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唐欣 7月20号,河南北部多地因为特大暴雨成灾,珍州市更是一片汪洋 珍州地铁5号线海滩市站到沙口路站隧道内出现大水倒灌,列车停驶 数百名乘客被困车厢内积水漫进车厢,水位急凶,多人失温,缺氧晕倒,数据尸体停放在月台上 据珍州市民李云告诉大纪元,珍州地铁淹水,淹死很多人 市区里到处飘着汽车还淹死多人,现在尚不知死了多少人 李云说,非常严重,市区里面很多地方已经断电断水 很多小区的车都被冲走了,也有很多人被淹死 珍州现在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知道 中共珍州市委宣传部在官方微博 珍州发布21号30.50发布消息证实 20号傍晚6时左右,连日暴雨积水,冲破挡水墙,进入线路区间 另5号线列车在海滩市街站及沙口路站隧道停运 地铁水进事件最少12人死亡,5人受伤送院 但外界质疑,不止这人数 李云表示,珍州大水视频是真实的 珍州市区地铁进水,地铁淹死人 我朋友他们一个小区的人都在那个地铁里面 他们拍的视频现在网上传 李云说,这次珍州市大水漫贯,比周边山区乡镇的灾情还要严重 珍州市区很多小区汽车都在上面飘着 地下桥全部被淹了,很多桥垮塌,铁路桥也有垮塌的 有网民发帖求助说,一些大型医院也出现断电情况 珍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楼淹水加上停电 造成了ICU呼吸机无法使用,呼吸重症患者为生困难 李云也证实说,他们这里也没有水,没有电 他的手机一会儿也没有电了 珍州一层房的商铺很多已经进水,很多已经被淹了 他有很多朋友住在珍州的北区和南区也已经断水断电了 珍州白领上班族张先生告诉大纪元,他今天下班时,路上车辆全部停止了 车辆几乎九成都泡在水里 他们珍州的最大一个主要干道积水可能就是一米深,他是淌水过来的 张先生说,办公室突然遇到停电 像他今天上班的30楼忽然停电了,他们步行下来的 现在写字楼里有许多人都没有回家,留在单位里边 张先生还说,回来时看到路上的人都是小心翼翼的 因为路上有许多孔盖,有些孔盖被水冲掉了,正从里面冒水 怕会踩到这些不安全的地方,许多人排队过马路 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往前,简直就像是摸着食指过河那 据官媒央视报道,河南珍州常庄水库水位持续上升警戒线 7月20号上午时时57分,常庄水库的水位达到了127.87米 警戒线为127.49米,开始每秒钟3立方米泄洪 张先生表示,不确定淹水和泄洪是否有关 但网上已经有提醒小心泄洪的信息 有微信上通知的,不知真的假的,微信上说的是晚上不要睡死了 防止泄洪什么的 不过珍州市民李女士认为涨水与泄洪有关 她告诉大纪元,今天下午水突然就开始涨上来了 临时通知泄洪的,但当时水已经起来了 之前是不知道泄洪,因为是一直在下雨 没想到是泄洪,然后水位涨上来之后才发泄洪的消息 中央气象台7月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7月20号20时至21日20时 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等会有暴雨到大暴雨 河南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70毫米 李云担忧表示 几天前,当地的天气预报就报道将有连续多天的强降雨 知道有雨要来,有些住得比较低的市民有可能被淹的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让低洪人们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去 李云还质疑政府失职 这些气象预报说明什么,政府的人不知道吗 现在那些地势低洼的村子被淹了 那里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 他们想求救,怎么求救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Willie明星与一位 好 感谢观看